今天帮客户看的这套房子在发料区 但是它是距离Alimus,紧隔一条河而已 这栋楼本身并不是特别新,应该是1974-75年左右的 但是整体的保养还是不错 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宜居的居民区 然后包括它这个大厅也多少会有一些设计感 之所以说保养的还不错,主要是从电梯一下就能看出来 这个电梯虽然大小并不是特别大 一看就是比较老的这种结构设计 但是明显是做过换新的 整个楼一共是希腊的7层,那就是相当于国内的8层了 那今天的房子是在希腊的5层 那上到5层以后,这一层是一梯四户的,每一侧都有两户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户就在左手边 他们家的装修确实是不错,明显感觉有点设计师的感觉 从一打开一看,圣诞的气息还没有过 明显说这家其实日子过的还是挺滋润的 其实在希腊来说,这算是我看到的房子当中 就做人个人住家来说,其实装修的还真的是蛮不错的了 它整体的所有房间都做了这种灯带的吊顶 而且这些灯带的线条都跟各个空间做了匹配,长得都不太一样 而客厅本身也是比较大的,同时转过来,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而这个厨房的布局是非常非常的稀释 你看它虽然有个中岛 但是它的炉子和抽烟机都在中岛上进行操作 所以如果您适应不了西餐,往往是有中国味这样的问题的话 可能油烟会有点问题,它这个是从地下走的电线 但是整体它的橱柜,包括它所有的大理石、门板的这种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全是烤漆的,一看就是自己在用 对于比较穷的希腊人来说,他们比较能将近凑合 用这种烤漆面,包括像这种祖尼的抽屉其实是非常少的 而开放式的厨房两侧都有阳台,最大的阳台是在这边一侧 他们家所有的这种零件的五金件用的都非常不错 无论是门窗,包括这个沙帘,它的品质应该都还是可以的,用得住 这边还有烧烤的炉子,配备的也是比较齐全 然后远处从这条街下去大概有个300米的样子,就是一个tram的轨道 然后整个的视野因为是在希腊的五层,就是国内的六层了 所以视野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右手边就是跟Alimus分割的这条小河了 但实事求是的讲,这栋房子仍然是靠里的一点 离海边大概有750米的距离 另外,由于这个阳台的朝向是有点偏北 所以它这边遮阳帘只做了一半,另外一边没有做 如果需要的话,可能要自己安装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它这个开放式厨房的第二个方向的阳台 这个阳台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 他们家还养的小狗 这边的阳台就相对小一点点 放些杂物什么的没有问题 最主要的功能,他们家把天然气放在了这里 所有的热水,然后暖气,其实都是独立的 用自己烧就可以了 这个能源算是最便宜的一种方式了 其实吞巴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半开放式的厨房的 因为它货量 整个的客厅看起来就会大很多 再配合上这种灯带 然后电视墙,就现代感一下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房子的优势就是马上就可以拎包入住 因为它的所有的电线和管线都是经过过换新的 是在2019年刚刚做完的 业主因为也是有工作的变动 再加上有两个孩子 所以可能要搬到国外去住 所以才会出手 然后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相当是一个单间 比较适合做儿童房 然后同样,它这些柜子的门板 包括颜色,包括五金件 因为是自己住嘛,所以都还是不错的 说实话,原业主其实还是装修挺烧钱的 就这么一个小的儿童间 他也是做的这种吊顶的 有设计感的这种灯带 那从儿童房出来 再往前就是他其他的卧室了 那紧接着是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比刚才的儿童房要大一些 放双人床进来是没有问题 但是仍显得稍微的急一点 同样,它仍然是采用了这种灯带的吊顶设计 然后不同的线条 让整个这个房子看起来 装饰上显得比较现代一些 然后它的墙面的颜色也不是纯白的 稍微有点发高级灰 浅灰色 所以就显得很高档 那目前业主有两个孩子 所以大一点的孩子 就用这个屋 还有了书桌的配置 那我们接着往前走 首先咱先看一下它最大的主卧 这个主卧本身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小 放了双人床 而且它顶上的这种紫色的灯带 环境光做的真的是不错 只是有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主卧没有卫生间配套 同时它也没有自己的阳台 不过整面墙的柜子还是有的 所以存储空间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个房子 刚开始吞爸进来的时候 忘记说了 它是93平米的三居室 那所以来说 它就只能够一个卫生间了 那这个卫生间的大小 算是中规中矩吧 然后所有都是用大理石来进行铺设的 保护的也不错 尤其它装修的时间并不是说特别的长 然后所有的配套的设施 基本上也都是你看悬浮式的卫生间 然后这个也并不是很便宜的 也是不错的这种花洒 但是它的卫生间不算是名位了 透气窗面对的是一个天井 因为是2019年刚刚做完的翻新 所以它的电箱无容置疑是非常新的了 这里也是它的门禁 明显也是刚刚换过新 同时它这里还有Alarm System 有一个安全的系统 跟手机进行连接的 另外这个房子是独立的供暖系统 而且是烧气的 这个刚刚吞办也已经提过了 然后整体房子 因为装修并不是时间特别长 所以地面的这种保护 肯定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这个房子的物业费是非常的便宜 因为它用的是自己独立的 这个natural gas的供暖 所以它的物业费 总共即使在冬天 就现在也只有20多欧元左右 看一下具体的 应该是28欧元多一点点 真的是挺便宜的 那这套房子 目前的业主报价是26万欧元 其实看上去好像并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毕竟它的装修真的是不错 花了不少钱和心思 所以看看劲其实还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方便很多 但是遗憾的是它没有停车位 但是路边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看起来好像并不难找 同时吞办手指的方向 就是最近的主路了